在凌晨3點多雨勢落得最大 在旺角街頭就算是擔著傘都一樣是全身濕透 天文台在凌晨3點40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一度廣闊低雅槽相關的強雷雨 繼續影響珠江口一帶 預測半江今日有雷雨 新界和港島多處地方就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 大埔和西貢更加錄得100毫米雨量 新界北部水潤特別報告 和雷暴警告仍然生效 尤其在新田和牛潭尾一帶 受到大雨影響周圍都有水浸 天文台預測今日多雲有驟雨 雨勢有池頗大和有幾陣狂風雷暴 指望未來幾天仍然會有驟雨 渠武處長呼籲市民 如果發現街道的水浸 可以致電儲房24小時熱線2300-1110 香港寬民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